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烤结瓜 最近结瓜好像是进入了盛产期 还蛮便宜的 那我 把结瓜切成大约0.4公分 然后因为有冰过 所以我结瓜有先烤了两分钟 那再放上乳酪丝 乳酪丝就是我们 披萨 在用的那一种 披萨专用的那一种 不是那种片状直接拿来吃的那一种 那乳酪丝我有稍微把它压一下 为什么要压呢因为 我们放在气炸锅 那气炸锅上面的风扇 会有 风会吹下来 所以 如果不压一下的话 乳酪丝整条的这样 放下去 就怕会飞起来 会飞散 所以我就稍微压一下 靠着 自己乳酪丝的 粘性 然后把它 铺上去之后 放进去气炸锅 我 大约 开 三到五分钟 但是我知道不用到五分钟 就好了 因为就是 让 乳酪上色就好了 看起来两分钟之后还没有 还没有上色 因为乳酪丝也是冰的 所以比较 慢 但是它一旦上色了之后后面就会很快 所以要注意一下 那又烤了一分钟 拿出来 有的 已经可以了 像中间这个 它就上色的特别快 那 有的就比较慢 所以我们就把 觉得烤好了的 先夹出来 那其他的 想要颜色再漂亮一点就 后面再 继续加热 那每一台气炸锅和 烤箱 都是要 温度都不一样 那都是要自己去 调整 时间 那这样子两片都烤好了 我的 气炸锅是有价高的喔 所以我大概 总共大概用了三分钟左右 这样子就烤好了就可以直接吃了也不用调味 是非常简单又快速的 如果有看到结瓜不妨买回来自己做 谢谢大家的收看